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朋友们 你们好 有朋友在问我有什么好的方法能够引到人家的天落 其实这个我真的不好回答 因为我没有刻意的去抓别人的天落 看过我视频的朋友都知道 进到我哥棚里的天落 我基本上都是放掉的 联系到各种的 我都是反款了 还有的 正在比赛中的我就放飞了 当然也有些天落 放他不走了 还留在我棚里的也有 还有的 我联系各种不要的 又是受伤的 回不了家的 那也就留在我的棚里 什么叫天落 就是你一路的鸽子 不认识家的鸽子 从天而降的鸽子 叫天落 今天我就简单的说几点 朋友们都知道天落是迷路的鸽子 你鸽舌的位置 必须是在赛线上面 打个比方说 任何地方的鸽子都不送你这经过 那你这里能看到天落的机会也很熟 那除非是 迷路乱飞的鸽子 才能飞到你这里 首先是天气原因 鸽子难辨别方向 容易迷路 再有一点 就是有些鸽子质量不行 不是说 我们每一只鸽子 都是很聪明的 都能回家的 那些智商不高的鸽子 不认识家了 当然我不提倡我们的朋友 刻意的去抓天落 也有的没有良心的人 拿弹弓去打天落 打来卖 这个我不提倡 下面我就说一说 如何把别人的鸽子 能引到自己的鸽棚振 在傍晚的时候 你可以把自己家的鸽子放出来 赶他加飞 到快黑的时候 鸽子一般都要找个地方休息了 那个时候你自己的鸽子 他也不喜欢飞了 他会进到鸽棚里 一些外地比赛的鸽子 他也会找一个地方休息 但是他不一定会到你这里来 也许会停在其他的楼上面 你就把你自己的鸽子放出来了 像这样 赶他加飞 傍晚的时候还赶他飞 那现在其他地方的鸽子 看到有鸽子飞 他马上又起飞了 就像这样连续的赶他飞 把天落鸽子 带到你家的鸽群里面来 天又黑了 那个时候 你就不用管他了 你家的鸽子进入以后 也许就把他带过来了 或许有些鸽子 胆子大一点 会跟随你家的鸽子进去了 如果你想抓那个农村的 散养的那种 那种天落 那个其实不就是天落了 就是别人家的鸽子 怎么样能带到你家来 我教朋友们一个方法 捧你的鸽子 一定要雄多 吃少 因为散发的鸽子 他都是在外面迷食的 有很多人家的鸽子 在同一地点迷食 如果你家的鸽子是雄多雌少 他们在一起迷食的时候 你家的鸽子 就会向其他的鸽子求偶 别人家的鸽子 如果是雌鸽是单的 他就会跟随你家的熊鸽回来 最后呢 我希望朋友们 如果有天落 不慎进入你的鸽棚 或者是受伤的天落 希望朋友们先一点爱心 给他一口水 给他几粒粮食 吃过了 休息好 把他放松 谢谢朋友们 再见